的核心分别是马泽来 另一个队伍的核心是程兴凯 大家好 四位领队好 我是来自北京区域大学的程兴凯 同时也是来自杭州草根接球队 CKS的成员 各位领队经理人好 我叫马泽来 来自新疆广惠青年队 他穿这身上 他就没穿过球衣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啥的 他有几个爱豆在那穿很潮流的 我们一身球服 他穿的感觉像抖秀了一样 等一下 我们怎么 什么意思 你往上走是图啥 因为他这里写颜值担当天花板 我看不到 颜值天花板是哪一位 马泽来 可以再走近一点 徐一阳看得见吗 子涵看得见吗 乃万 要上来看吗 我兴趣不大对颜值这一块 我也不是因为颜值才选到阿迪丽 对 这对他是种植物罗罗的伤害 没有 他超帅的 他是我喜欢的型 乃万的意思是他重在感觉 对 要问一下这个走近之后 有发现有帅到你吗 我 我觉得我教练还是比较帅 赛前我了解就是 双方都有一个共性 四个字 大眼不缠 全写的什么天花板 又什么颜值担当 那就大眼不缠真的 但是我说实话 我这眼睛还挺清楚 刚配的 我要问问我的女领队 因为男人看男人的眼光 它不一样 我看着反正是 一般中的一般的一般 女孩你觉得看着好不好看 别为难我姐姐了 就是不要为难她了 全中国可能我眼光有点高 跟我比肯定 她都帅了 她们都帅了 我的唯一的球缺点就是 还谦虚 虽然是六位颜值担当 但是我们还是要在球场上 看她们的实力 对不对 其实程兴凯也曾经参加过 《这就是灌篮》 那这一季来 是希望能够 在我们的球场上 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因为去年 我是以高中生的身份 来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今年再次回到了这儿 我就在复仇的 这一季的选手 我听说都是实力比较强劲的 我的水准应该在中上吧 那个马泽来 你是专业队的 对面三位都是大学生 你要是你看着办吧 如果实在不行 就不用回新疆了 这个教练还带威胁队员 马泽来也是新疆队的 我对他也比较了解 我还是蛮希望他能来我的战队 因为不管是在球迹 还是颜值方面 我只能说在颜值方面还不错 也算是一只门面 我们不会去抱大腿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大腿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 我们一会场上见 球打得好跟你长得帅不冲突吧 在场上咱就拿球数的话 靠的是实力 我相信自己在这一年的努力 也不会白费 场上紫色灌篮球衣的 是由马泽来率领的锋芒少年队 粉色球衣的是由陈进凯率领的 Wink少年 号称最强颜值对决 比赛开始 马泽来手低手 给到周卫豪 这下你要记住的是 他是西南扣篮王 周卫豪就这一招 因为他跳得高 好 好 分队为止少年吃球 外面递给杨佯奥 和他队位的是 来自蓝队风猛少年的马泽来 出现了 这下黄岛 看看能不能得分 如果黄岛加得分 这必须是一个美妙的时刻 又是周卫豪 周慧豪 一个漂亮的智空后仰打进两分 4比0 而这边陆傲抹进来 迅速拿到两分 这对打得快 周杰 对 比分差距逐渐变小 现在这场的速率真的是超快 不急 阿泽来处理球 给到自己队友在外线 这下陈青凯的影响 再抢 两位队友抢在一起 展开 给到内线的传球 现在一片混乱 周慧豪拿到 往上线传 7秒进攻时间 展开 研制电话板 马自来给到周慧豪 这下 选择下定两分 周慧豪又一次 展现出惊人的弹调能力 和智空能力 加油 加油 朋友拿球传给外线陈青凯 而这边陈青凯 来了 来了 北体彭于晏 来自于浙江的球员 这是他的外号 他们好快 这个速度 比分来到6比5 蓝队凤凰少年 暂时领先 马自来持球 而这边做一个欧洲部的上篮 没有找到篮框 胡仲阳在底间寻找机会 选择突破 这球没有运好出界 打破 看看这边 分队插进来直接 周慧豪引进盖后 拜拜 周慧豪立马上轮 这个季盖式 周慧豪在盘调方面真的是 非常让人记得住 周慧豪还不错 这打的有意思点 比分还是6比5 注意注意 这边杨文友 撤出来之后 撤破了三分球 这个投射不太稳定 锋芒少年拿到 胡仲阳 看看给到马泽来 马泽来 在队上杨文友 两位帅气的少年 这一下选择 看到那些队友 犯规 犯规 来自陈金凯的犯规 胡仲阳站上罚球线 今年只有19岁 好漂亮 天津最强高中生 锋芒少年 紫色球衣的球队 现在7比5 8比5 帮一步 帮一步 陈金凯 看看直接来一个 这一下 明显的偏了 在这篮下 又有队友 鲁王 这是他在北抵达的队友 陈金凯 面对邓伟豪的防守 陈金凯 略显吃力 抢起 邓伟豪在 对抗这方面并不吃亏 三分去倒 好 给到三分壶顶 来 邓伟豪 这个三分 抛物件不错 所以算是拿下三分 邓伟豪真是风暴少年队的得分机器 现在比分11比5 好 比赛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团队这边要抓紧追封 这个球看杨伟豪怎么处理 假动作 往过马泽来突破上来 差一点 再补一个 杨伟豪这球自投自强 为团队拿下宝贵的两分 不错 为自己的球队紧咬比分 马泽来 拿球之后来到外线 往里掉 这球 看看鲁王 鲁王这一季定板大帽 我们看起来好像失卫 但是鲁王的不防 鲁王这一次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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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的 球中以后不能碰 比赛恢复之后 马泽来吃球 比赛恢复之后 到左侧 面对陈进凯 两位队长之间的较量 这球 鲁王 鲁王 马泽来 用自己的实力 拿下这一层 马泽来真的是速度与颜值并存 马泽来 并且还有一次加罚 我一点高一点 不急 加罚也重 直接走 领先来到14比9 插楼 放过来 这边 这下 杨文勇 强突这个选择 在篮架被限制住之后 三秒了 锋芒少年 还是马泽来来控球 但这一次的防守 杨文勇 站到了马泽来的面前 看看马泽来 强突 速度太快 他在杨文勇的面前 证明自己的速度 不要把他倒了 我手 还是会看人的 本队现在落后7分 果身的时间不多了 鲁王突破 彈球 这次杨文勇再传 这像是送给对方 这不应该 这个真的不太应该 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比赛时间 拉开一侧 马泽来 对陈兴凯 作为熬的掩护之后 拆开 看看转身 出手 一个压转的投篮 但这次篮板抢得有点漫不经兴 被这边 锋芒少年再次拿到 点开 时间差 马泽来再点 再见 马泽来凭借着优秀的反应能力 以及必胜的决心 帮助蓝队将比分扩大到18比9 提前锁定胜局 看看还是陆昊 王力图被马泽来打断 出界 此时的球权 无疑是提前为WIG少年判了死刑 还剩下39秒的比赛时间 8秒进攻时间 看看这次对于落后方是一定要防下 而进攻方 尽早结束比赛 决赛 决赛 来看周伟豪这个决赛一球 来了 比赛结束 恭喜 风防少年 在周伟豪三分命中下 拿掉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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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